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尊敬的各位大德 各位菩萨 大家好 请坐 我们继续来学习文昌帝君 音质文 我们昨天说到欲港福田 衰凭心地这句 这句是帝君为我们揭示出收福的重要关键 就在于我们的心地 所谓福由心做 福田不是在外面 是在我们的心中 只要能够尚存着善念 恭敬 这样就处处可以中复 下面一句就是和我们讲到行门 上面一句是说心法 现在这句是说行门 行事事之方便 作种种之阴功 这句是下面的经文里面的纲领 是行门的总说 底下是跟我们讲分别的介绍 这句是刚令 行事事之方便 就是时时刻刻 我们都要想到与人方便 帮助一切有缘的众生 什么是有缘众生 只要他能够接受我帮助 我就尽心尽力地帮助他 作种种之阴功 这个阴功 就是没有人知道的这种善事 就是叫做即阴功 即阴德 如果是人家都知道你在做善事 这种善事就不叫做阴德 这叫做阳德 人家都知道你是个善人 赞叹你 恭维你 这样你的福报马上就响了 响完就没有了 如果你做了善事 没有人知道 这个叫做阴功 所以后福就无穷了 所以我们做善事不要被人知道 只是实实在在 问心无愧去做这种善事 人家知道和不知道 我们一样要去做 这个心才叫做真正的善心 这里是事事和种种 包括范围非常赶 在时间上说是事事 在事上面说是种种 包罗万丈 就是叫做终先奉行 那世间人要发出世间善缘 比如说我见到父子 我就说愿父子慈孝 见到兄弟姐妹 愿他们能够 兄友弟公 互相敬爱 见到饮食 就愿天下人 都得到风衣足食 走到香村 我们愿田地 能够得到丰收 走到成真 我们希望社会能够安定 无论走到哪里 都怀有一种善心 这种善心 成就了 福田就 可以种出无量的福德 太上感应有先说 见人之德如己之德 见人之失如己之神 见到人得到幸福快乐 我们就会随起 见到人有灾难有不幸 我们就会生起怜悯 生起帮助他的心 这个念头 是不绝的 这样叫做事事 方便 种种陰功 那学法的人 不单只要发世间的善愿 还要发出世间的善愿 世间和出世间有什么不同呢? 世间的愿 只是得到人天的福布 因为他没有发心出来三界 没有发心离开轮回 出世间是发出来的心 不欺求人天那步 那学法的人一日佛门 你看看三季就要发愿 发什么愿? 众生无边世愿度 烦恼无尽世愿断 法门无量世愿学 佛道无相世愿成 这个叫做四横世愿 这个愿心是真正发出来的 不是口头上念一下就算了 时时刻刻都保持这种愿心 这个就是无量的功德 不单止我们现世可以得福不华 我们成佛作祖 这一生命中往生西方极乐世界都能得到 这一句之后 下面跟我们分别说明 怎样为之作种种 因公行事是方便的 这个所谓叫做众善奉行 所以下面是第17句 利物利人 第18句是修善修福 第19句是正直待天行化 第20句是慈祥为国救物 这四句是说明 人要有这种慈悲的心 有慈悲的愿 悲心悲愿是修道的大根大本 我们修道是修什么呢 就是修你的慈悲心 不忍见到众生受苦 生起上与众生快乐的这种心 所以第一句是利物利人 就是利益一切众生 这个物利人 这个物利人 就比人的范围要广大 物利人 就是一切的动物 植物 抗物 法法法说的有情生命与无情生命 也就是一切众生 所以它包括人在内 我们都要利益 都要照顾关怀 利人我们很明白 帮助他人 利益他人 那利物呢 动物我们要爱护 有情生命我们要爱护它 那无情的众生 我们如何利益它呢 我们也要有一种爱护的心 好像我们这个地球 我们要爱护地球 爱护环境 现在地球病了 气候反常 全球气温升高 种种的这些自然灾害很频繁 根本原因是什么 是我们人 不能够爱护我们的地球母亲 所以不能够利物利人 到最后呢 是害了自己 真正利物利人才是利己 开什么开人 就是开自己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自己和万物是一体的 道家 你看老子在《道德经》里面说得很清楚 他说 天地与我同根 万物与我一体 佛家说 一切宇宙的现象 是为心所现 为色所变 都是我们的心变现出来 所以当然和我们是一体 所以 利物利人 即是利己 做人 收善 收福 这个就是说到因果 福是果 善是因 收善才有福 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福报 但是知不知道福从何来 那个福 有些人认为家里有钱 很多财富 很多田地、家产 这叫福未必 这些你所拥有的东西 要看看可不可以带来幸福快乐 很多富贵人家 都非常苦老 证明他们所拥有的东西 并不带来幸福快乐 更何况他所拥有的 他带不走 人都大限到来的时候 真是一丝不挂就走了 连身体都带不走 他能带走什么呢 所以那些哪是他的福呢 所以人在你的享福的时候 要懂得收善 真正想带走的 是你的善业 你有善业去到哪里都有福 所以那些带不走的东西 我们可以去报仕的 不要去积蓄那些带不走的东西 我们要积蓄那些是带得走的 带得走的我们去积累 那就是有智慧 所以懂得收善业 这个人是最有福的 当然 收福还要有智慧 他要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听经文法就重要 如果不明白这些道理 他怎么懂得收福呢 福和慧相比起来 慧更重要 智慧 为什么呢 如果有福没有智慧 他还是很烦恼 要懂得 这个智慧 可以帮助我们 解脱烦恶 有智慧的人 即使暂时没有福报 但是他懂得收福 他始终会有福 当然 福和慧相受 福慧相受 不可以只是修福不修为 或者只是修为不修复 佛经里说了一个故事 说兄弟两个人 在家涉佛在世的时候 两个人都出家修行 那位兄长 专门是修禅定 修智慧 不修复 不接触大众 不帮助人 那位弟弟 喜欢修复 经常在外面帮助人 但是自己经常破戒 这是难免的 接触大众多 自己定力不足 很容易受到污染 这个弟弟是修复 那位弟弟没有修复 没有修复 结果等到释迦牟尼佛 成佛的时候 这个兄长剑了阿罗汉 但是因为过去没有修复 所以虽然他已经剑了阿罗汉果 但是他的福部很少 出去拿着拖拖 黑食的时候没有人供养他 那个弟弟 过去生中修复没有修复 这一生变成一头大象 是国王的座旗 身上都披了那些英诺 那些金人珠宝 那些装饰品 而且国王非常之喜欢他 还给他封了很多地 这个大象 所以有句话说 修复不修复 像身挂英朗 修复不修复 罗汉应攻博 所以要懂得修复和修复 要相管齐下 佛是福位两足尊的人 两种福和慧都圆满 这就是佛 下面是正直待天行化 这个正就是无邪 直就是无曲 这是说心地 正直 没有那些邪曲的 心地光明正大 这样的人才可以代天行化 这个天就是天理 做事要顺着天理而行 这个就是代天行化 中庭里面也说到 中庸里面也说到 赞天地之化欲 于天地参 就是真正心地正直的人 可以辅助天地 教化万物 他是圣人 与天地合起来并列三财 三财就是天地人 人何以能够与天地并列齐名三财呢 因为他有正直的心 正直的心就是天心 所以有正直的心 人才可以升天 心地邪曲 黑暗 很多见不到人的那些事 积极在心里面 正直就没有了 所以这个是教导我们用心 下面是慈祥为国救民 一个慈祥就是慈悲心 问就是百姓 一国之本 所以能够救百姓 这个就是慰国 就是爱国 这个是中 中军爱国 这个尤其是指为国家效力的人 官员 公务员 这一类 下面有四句 宗主孝亲 敬兴 信友 这个四句是孝敬 孝敬 是积福之本 一切的福德 根本 就要孝敬 你看孔子在孝敬里面也说 孝是德之本也 孝敬 教之所有生也 一切道德的根本 就是孝敬 一切圣言教育 都是从孝开始的 这四条都是孝敬 宗主就是忠君 忠成于自己的君主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忠于祖国 忠于人民 因为人民是一国之主 我们说民主 所以忠主就是忠成于祖国人民 这是孝心的发展 拿孝亲的心对国家对人民 就叫忠主 忠和孝是一个心 不是两个心 忠主这个主 也包括我们自己的上级领导 长官等等 是一个团体 团体有领导 一个公司 一个机关团体 他们都有领导 一个家族有家长 一个学校有校长 有老师 国家有国家领导人 省市、院、乡、各级的单位 都有领导 都是我们的主 我们都要对他们有忠诚之心 孝亲 孝亲 就是有心的 道德的根本 孝顺父母 孝顺父母的人 才能够真正有福度 我们看到前几年 报纸上登了在浙江的一位孝志 叫做刘婷 在2004年的时候 他母亲得了尿毒症 家里为了医病 把所有的钱都花在医药费上 甚至家里的房产都变卖了 刘婷的父亲最后逼于无奈 离家出走再无音讯 留下这对母子 当时刘婷只有19岁 面对这样的困境 刘婷对他妈妈说 说妈妈你一定要活着 只要你活着我就能够坚持下去 所以当时他已经得到了浙江临学院的 录取通知书可以上大学 他准备拒绝上大学 要陪他妈妈 照顾他妈妈 但他妈妈坚决要他上大学 后来逼于无奈 刘婷就背着他妈妈上大学 同校领导申请 助金 贷款 他不住在学校的宿舍 他在校外租了一个非常小的屋 跟他妈妈一起住 照顾他妈妈 白天他就去上課 科预时间就回来 照顾他妈妈 为他妈妈做家务 煮饭洗衣 他还学会打针 因为去医院打针 要花医药肺 自己学会打针 量血压 这些基本的 照顾他妈妈的技术 后来他妈妈要做手术 要换神 刘婷要把自己的神马捐出来 给他妈妈换神 这个事迹后来被学校的领导知道 非常赞叹 把这个事情表彰出来 结果很多的业生人士 知道之后 立即解囊相助 纷纷捐款给刘婷 帮助他 后来有一间医院 免费跟他的妈妈 做换神的手术 而且还免费提供一个神 所以这个孝子 用自己的真心 真孝 感动了千百日 大家纷纷跟他捐钱 钱捐了很多 他自己说我都用不了这么多 而且我不可以 这个巴应该孝顺父母的这份责任 变成招揽钱财的手段 不可以 所以他把这些钱 通通都捐出来 在学校设立一个爱心基金 来帮助他一样的贫富的学生 所以现在他大学应该差不多毕业了 中国政府受于他全国孝老爱亲无犯的称号 对这位孝子特别的家长 所以我们看到这位 原先未到二十岁 面对家庭困境的孝子 因为他这种真心孝亲的得行 所以不单只使他顺利走出困境 得到港大人民的帮助 而且他得到这么好的名语 这个是实至名归 所以孝亲立即就可以带来福布 这位刘亭 他说他非常感恩港大人士的热心帮助 他说他没有做什么 只是做了一个作为儿女 应该做的事情 大家的业心帮助 其实是在家长 中国传统的孝道 不是对我一份家长 所以这个孝陈 敬轻信友 这个是对兄弟 要有恭敬之心 所谓兄友或弟公 对于朋友 要讲求信仪 特别是志同道合的 这些朋友 知己 在世上 很难得到一个知己 一定要用信仪 一定要用信仪 来教皇 无论出现什么 艰难困苦 我们对于朋友 都不能够忘恩负义 这些忠孝敬信的心 他的根就是孝 能够孝亲的人 他才能够做到宗主 他才能够敬轻信友 如果对他父母都不孝不敬 他怎么可能对祖国 对人民 对兄长 对朋友 会有那种敬信之心 这个讲的是我们的 道德的根本 也是我们福报的根本 第十 第二十五句 一直到二十八句 有四句 或奉争潮斗 或拜佛念经 报答四恩 广行三教 这个讲到用余色道化三家的教育 作为我们积福的曾上缘 这个奉争潮斗 是指道家的秀行 道家的真是指天仙 斗是星宿的名号 好像笔斗 这些是星宿都有神明主在 这些天仙神明是主人的善恶 人的善恶 在神明眼里看得清清楚楚 每一个月都会记录 根据人的善恶 定人的寿命 定人的吉凶和福 这个在太上感应篇里面说得很清楚 经风这些神明 就是能够生起 敬畏天地鬼神的心 可以帮助我们断恶修善 人做恶都是因为放肆 无所忌惮 如果他有所畏惧 自然他就能够修炼 这是断恶修善的曾上缘 拜佛念经是学佛 什么叫佛呢 佛者是自觉 觉他 觉行圆满 这个叫佛 自觉就是自己觉悟 不单是自己觉悟 还是觉他 觉悟他人 自觉和觉他都圆满 这叫佛 阿罗汉是自觉圆满 但是没有觉他 能够觉他的人叫菩萨 不单是自己得到 还要到众生 但是还未圆满 等到觉行圆满 自觉觉他都圆满 这就是佛 佛告诉我们 人人本来是佛 华严经里说的 一切众生皆有如来 智慧得上 但因妄想执着 而不能正得 所以我们想要成佛 如何成佛 帮我们妄想执着放下 那就成佛了 未成佛之前 我们要仰慕佛堂 希望早日成佛 所以拜佛的意思就是 仰慕先性先言 佛是老师 他不是神明 我们拜佛就像拜老师一样 每日拜佛 就是不忘记老师的教导 而且还有见言施齐 见到佛像 我们要思维 我们也要像佛一样 自觉觉他 觉行如满 所以拜佛的意义在这里 里面没有迷信 这个念经 这个经就是圣言的教导 念经就是接受圣言教育 所以每日都能够接受圣言教育 人进步就快了 如果离开了经教 不去看经 不去听经 就会随顺自己的烦恼之见 那就会偏离正道 古人说 三日不读圣言书 就面目全非 为什么 因为社会的污染很重 假如我们没有接受圣言教育 必定是接受污染 所以我们想想 二十四个小时 有几个小时 接受圣言教育 几个小时 接受外界污染 只要不在经教里面 就是被污染 自己没有国残 现在的污染 比过去重得太多 重十倍都不止 过去三日不读圣言书 面目全非 现在一日不读圣言书 就是面目全非 面目全非 所以听经文化 深入经状 几摩重要 下面说 报答四恩 四恩 就是我们经常念的回向解里面的上报四重恩 什么叫四恩呢 第一个是父母恩 父母的恩 恩重如山 生我养我 力尽千辛万苦 使我们长大成人 这个恩德不能忘记 三教都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 如果没有孝道 这个圣言教育 就没有了基础 所以判断一个教育 是不是正法 我们从这个根本上来看 如果这个教育不是提倡孝道 不要人尊重父母 孝顺父母的必定是邪教 所以这个佛教 你看看以孝为本 《观母两寿经》里面说 正业三幅 第一幅 第一条就是孝养父母 奉事思长 持心不杀 收十善业 第一条就是孝亲 第二是尊师 第二恩就是老师之恩 佛、菩萨、祖师、大德 都是我们的老师 对我们的恩德很大 我们的父母生我们的生命 身体来自于父母 老师是生养我们的遗命 我们的遗命的增长 是靠老师 所以老师的恩德 不亚于父母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遗命不是单是这一世 是生生世世 父母的恩仅限于我们这一世 佛菩萨老师的恩 是使我们生生世世得得利益 因此古人有说到 一日为师 终身为父 你就可以见到老师的恩德 不亚于父母 甚至超过 第三个恩是国家之恩 国土恩 我们生长的这一块土地 对我们是有恩德的 这个国家 包括国家的领导 人民 都对我们有恩德 我们一定要报答 不可以判割 不能够做出对不起国家 对不起人民的事情 第四恩是众生之恩 一切众生对我们都有恩 都是来成就我们的 不单是有情众生 人 是众生之恩 还有很多 无情的生命 好像植物 乃至抗物 我们生活的山河大地 每日吃的饭 菜 通通都是众生 所以我们都要以感恩之心 去生活 基于这个报恩的深深 这个深深切愿 才可能做到讲行三教 三教是预识到 这个三教注重在行 这里没有讲说三教 三教不是用来说的 用来讲的 是用来行的 这个行 一个是自己要力行 要做到这些圣言的教导 把圣言教育 落实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 待人处事捷物 都与圣言教育相应 第二 还要化他 去推广三教的教诲 如果自己能够 力行 有所心得 要跟大家讲清楚 三教的教育 希望大家一起来修学 成就自己 亦成就众生 如果自己没有这个辩才 不懂怎样讲 不要紧 我们可以 印经报师 现在印光碟报师 要劝人家 都来学习 这个就是讲行三教 这个是即大幅增上语 后面 有九句 是讲明 这个 造福的修法 在佛法里面讲 就叫做布施 布施有三种 一种是财布施 一种是法布施 一种是无谓布施 下以下的九句就是财布施 和无谓布施 接下去就是讲法布施 我们来看经文 第十九句说 祭急如祭 何切之余 救危如救 密罗之墙 这句是救户 一切众生 举出两个例子 一个是救鱼 一个是救飞长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 关键 有个危 急 这两个字 这个鱼 假鱼 在路上 车走过之后 车子 印缩的印 叫切 那个切 那个切里面 有这些水 差不多要干 干核 那个鱼 在车车的轨道里面 你说 那个鱼 很快就会死 你要立即把鱼 送到有水的地方 把鱼放在江湖当中 如果迟了之后 鱼就会死 这个是说明那种 够急烂的 迫切 密罗之尺 是那些飞鸟 已经被撞到密罗 这个笼里面 可能就要被宰散 可能会终身受监禁 这个时候你生在慈悲心救他 把密罗的门打开 放他出来 这个救人危难 这两种事 是比喻 我们救到众生 一定要 以最快出 最有效的方法 尽心尽力地去帮助 而且 黑不容款 不能够拖延 所以我们看到佛门 观世音菩萨 我们的楼下十楼 佛陀教育协会 墙上挂着千手千眼 观世音菩萨 我们要知道 观世音菩萨千手千眼 是什么意思 为什么有一千只手 一千只眼 这个是表法 表什么呢 观世音菩萨 当我们见到急烂的时候 眼到手到 这是千手千眼的意思 所以这是提醒我们 学观世音菩萨 见人有危难 只要见到 就尽心尽力地去帮助他解脱 下面第三十句 是精孤率寡 第三十句是精老念贫 这是慈悲心 孤寡 孤是孤儿 寡是失去配偶的 这种人 所谓关夫寡妇 这些人 在人当中是不幸的 很可怜 我们对于他们 我们要更加去关怀 提出 照顾他们 使他们得到温暖 这个对于老人 我们要敬重 对于贫寒的人 我们要怜悯 我们要爱护关怀 中国传统都有 敬老 爱友的美德 所以 我们能够 用对父母一样的心 敬重老人 帮助老人 我们的不大想 对儿女一样的心 来帮助 þnell 孤儿,孤儿,儿童 这种心便是大哮 啕itz,大德 孟子又说到 老不老 而及人之老 幼不幼 而及人之有 天下可运于掌 意思就是 对一切老人 如同 我对他 好像父母一样 以孝敬之心 对待他们 对一切的 幼儿 都好像 对自己的 这个小孩一样 关怀他们 如果人人这样能够做到 就天下太平 现在提倡的和谐社会和谐世界 就不难得到 这个需要通过教育 这样才能够得到 我们现在师傅 提倡 爱护老人 爱护老人 养老的这种理念 希望 社会上有息之时 能够响应 建立老人乐园 使得老人家 在晚年 真正能够 安享 他的晚年 这些照顾老人家的 服务人员 必须要受过大智规的教育 他要懂得如何孝顺老人家 以这种孝心 对他这些老人家 使得老人家得到真正的幸福快乐 希望 我们有这样的试点出来 这个不同 一般老人院 一般老人院的老人 他虽然在物质上 生活上面 很丰富 但是他精神不快乐 真正有孝心对待这些老人家 不单止在物质生活上 满足他们的要求 在精神生活上 都要给他们真正的快乐 甚至 帮助他们 明白宇宙人生的真相 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使得他们消除死亡的恐惧 这种老人院 就不是普通的老人院 可以说是老人的大学 他通过这个 大学的学习 他就能够 明了宇宙人生真相 他的心不想老 想老他就真是老 他的心是想佛 在宇宙人生的真相当中得到发起 在宇宙人生的真相当中得到发起 忘记了他的年老 在宇宙人生的真相当中得到发起 第四句 第四句 这就是说我们见到在路上的饥寒的人 像现在说的黑衣 不能吃 不能穿 我们要布施衣食 帮助他们能够得到温饱 这个施官果就是布施的棺材 看到有施鞋暴露在外面 一晒雨淋 不忍心 我们用这个棺木装好 帮他埋葬 一个是对生人 一个是对死人 我们都要有这种慈悲的心 人即使死了 要知道他的神色不会死 只是他的身体没有万之作用 不能离开去换另外的身体 但是一般人对宇宙人生真相不明白 以为自己真的死了 对自己身体非常执着 使他得到安息 这是很大的功德 这是无谓布施的 这个尸体如果是经过一段时日之后 往往是会腐难 很难看 很难闻 这就是什么呢 要包括修好 谢谢大家 这就是能变到他们的身体 等待会儿